作者 碧飞宇 演播 赵薇 二十九年来,这是王大夫的肌肤第一次接触到父亲。 父母的肌肤在他的记忆里一直是零。 王大夫拽着父亲的手掌,知道皮肤最然间就是泪如泉涌,想喷泊而出的血。 王大夫颤抖着,不可遏制,他满脸都是泪,小声地要求说, 爸,臭儿子一个大嘴巴,爸,臭儿子一个大嘴巴。 王大夫突然扯起了嗓子,带着嘶哑的哭腔大声的喊。 王大夫的父母本来就惊魂未定,现在越发懵懂了,简直就不之所以。 他们说什么好呢? 咱们的儿子到底就怎么了呢? 王大夫的父亲也流泪了。 透过泪光,他再一次看了自己的老伴一眼。 他的下巴全挂下来了。 父亲顾不得斜了,一把搂住了王大夫。 回头再说, 儿子,咱们回头再说,我们去医院。 儿子,咱们去医院。 医生总共给王大夫缝了一百一十六针,伤口不深,却很长。 王大夫胸前的皮肤像一堆破布,被半圆形的针头从这一头挖了进去,又从那一头挖了出来。 麻药已经打了,可王大夫还是感觉到疼。 王大夫的左手握着的是父亲,右手握着的则是母亲。 他的心在疼,他是在替自己的父母心疼。 他们的这两个儿子算是白生了,老大是个人渣,而老二却是一个小混混。 他们的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一无所有,他们的这一辈子,全瞎了。 一百一十六针缝好了,王大夫却被警察攒在了急诊室。 医生替王大夫报了警。 很显然,患者的伤口整整齐齐,是十分标准的刀伤。 患了一般的人,医生们也许就算了,但是患者是残疾人,有人对残疾人下这样的毒手,医生不能不管。 警察问他, 谁干的? 我自己干的。 你要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你有义务给我们提供真相。 我说的就是真相。 我再说一遍,虽然你是个残疾人,可你一样有义务为我们提供真相。 王大夫抿了两下嘴,没烧掉上去了。 王大夫说, 虽然你不是一个残疾人,可你一样有义务相信一个残疾人。 那你告诉我动机是什么? 我,我的鞋想哭,警察就语色了,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个胡椒蛮缠的残疾人。 我最后问你一次,真相是什么,你要知道,说出真相来,是为了你好。 是我自己干的。 我对你发个毒誓吧,如果我说了瞎话,一出门,我的两只眼睛就什么都能看见了。 王大夫没有回推拿中心,他必须先回家,冰箱里还有他的两万五千块钱呢,再说,总得换一身衣服。 进了门,弟弟居然是在家,居然他又回来。 他正躺在沙发上啃苹果,苹果很好,很脆,有很多的汁,听得出来。 王大夫突然就是一阵心慌,弟弟不会开过冰箱了吧,王大夫直接走进了厨房,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冰箱的箱门。 还好,钱都在。 王大夫把两万五千块钱塞进了裤腰带的内侧,系好了,钱贴在王大夫的小肚子上,一阵钻心的冷,边人肌肤。 钱,真凉啊。 王大夫什么都没有说,就这样下楼了,腾已经上来了,身上又有钱,王大夫走得就格外的慢,家里却突然吵了起来。 王大夫不能确定父母亲都说了些什么,但是弟弟的话,他听见了。 弟弟的嗓门真大,隔着两层楼,他也能清清楚楚听见弟弟的控诉,弟弟是这样控诉他不公平他命运的。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瞎?我要是个瞎子,我就能自食其力了。 就一般性的常态而言,沙富明和张宗祺早就该找一个机会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金大姐的处理问题。 没有,沙富明一直不开口,张宗祺也就不开口,冷战的态势就这么抽签了。 推拿中心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会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事态是明摆着的。 沙富明想开除的是金大姐,而张宗祺想要摘掉的人却是高维。 他们不愿意开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两个老板其实都没有想好,各自都没有把握,僵持在这儿了。 不开会也许还能说明另外的一个问题,暗地里沙老板和张老板一点让步的意思都没有。 沙富明一心想开除金大姐,不过沙富明又是明白的,要想把金大姐赶走,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高维也一起赶走。 可是高维怎么能走呢?他已经是都红的眼睛了,也许还是都红的腿脚。 他一走,都红怎么办?没法向都红交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沙富明想出牌,他的牌扣在张宗祺手上,张宗祺也想出牌,而他的牌又扣在沙富明的手上。 要比耐心了。 比来比去,这日子就这么拖了下来,从表面上看,拖下来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问题还没有处理呢?想过来想过去,沙富明萌发了新念头,有了新想法,分。 经过一番周密的分析,深夜一点钟,沙富明把张宗祺约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四方茶馆。 沙富明要了一份红茶,而张宗祺却点了一份绿茶。 这次,沙富明没有兜圈子,十分明确地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 他退给张宗祺十万,然后换一块牌子,把沙宗祺推纳中心改成沙富明推纳中心。 沙富明提出十万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当初合伙的时候,两个人掏的都是八万,用于办证、租赁门面、装修和配备器材,然后两个人一季度分一次账。 现在,沙富明退给张宗祺的不是八万,而是十万,也说得过去了。 张宗祺并没有别扭,倒也十分的爽快,他同一分,不过在条件上他提出了小小的修正,他的价码不是十万,而是十二万。 张宗祺说得也非常明了,十二万一到手,他立马走人。 这是沙富明预料之中的,十二万却是高了,但是沙富明没有说高,他的话锋一转,说,十二万也行,要不这样,你给我十二万,我走人。 如果谈话就在这儿结束,沙富明自认为他的谈判是成功的,他的手上现在还有一部分余款,再把十二万打进去,怎么说也可以应付一个新门面了。 扣除掉看房,办证,装修,最多三个月,他就可以再一次当上老板。 沙富明都想好了,毕竟是兄弟一场,他的新门面一定要开得远一点,起码离张宗祺五公里,然后呢,把都红和高维一起带过去。 王大夫和小孔想过去也行,用不了两年,他可以再一次翻身,他翻了身,张宗祺还能不能挺得住,那就不好说了。 说到底,沙宗祺推拿中心的日常管理,都是他沙富明一个人撑着的。 从根本上说,沙富明急于分开,和张宗祺的隔阂只是原因之一,最要紧的原因还是他和都红的关系。 创业是要紧的,生活也一样要紧,他已经不年轻了,得为自己的生活,动动心思了。 一群推拿店里的盲人按摩师,私密而真实的另一种人生威胁。 快乐,忧伤,爱情,欲望,野心。 有生中国,有你,有我。 倾听美妙的声音,感悟五彩的生活,呼吸清新的空气,体验美丽的人生。 让眼睛不再疲惫,让耳朵不再孤单。 有生中国,让声音更加五彩斑斓,让阅读,增篇更多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有生中国,为您精心搜集整理。 更多精彩有生小说,请访问3W.YSCE8.COA 矛盾门学奖获奖作品《推拿》 作者 碧飞鱼 都红不是小吗? 那就再开一架门面,和都红一起慢慢地等。 时光就是时光,他不可能倒流。 新门面开张之后,沙富明要买一架钢琴。 只要都红愿意,他每天都可以坐在推拿中心弹琴,工资由他来付。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琴声悠扬,新门面的气氛肯定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提供一个有特色的服务。 第二,拖住都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都红在,希望就在,幸福就在。 沙富明不能再让自己做那样的梦了。 他不愿意总是梦见一双手,他不愿意总是梦见两块冰。 冰太冷,而手则太坚硬。 所以,分是必然的,只是怎么分? 如果沙富明一开头就想张宗奇要十二万, 他开不了这个口,张宗奇也有理由拒绝。 现在,张宗奇自己把十二万开出来。 好办了,他情愿提着十二万走人, 实在不行,十万他也能接受。 这么说吧,沙富明担心的是张宗奇不肯分, 只要是把价码提出来, 无论十万还是十二万, 对他来说都是只赚不亏的买卖。 沙富明喝了一口茶, 感觉出来了, 盘盘业意接见了尾声。 事情能够这样圆满地解决, 沙富明万万是没有想到。 分开了, 又没有翻脸,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结果? 没有了。 沙富明在愉快之中, 一下子就想起了沙宗奇推拿中心刚刚开张的那些日子。 那时候的生意还没有好起来, 两个人却是一心的, 要么不开口, 一开口就掏心窝子, 睡觉的时候都恨不得挤在一张床上。 那是多么好的一段日子呀, 是朋友之间的蜜月, 是男人的蜜月。 谁能想到往后的日子越来越磕磕绊绊呢? 好在分手分得还算宽平, 将来还是兄弟。 不过沙富明错了, 他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 就在沙富明一个人心旷神怡的时候, 张宗奇的老道体现出来了。 给你十二万没有问题, 但有一点我要和老朋友调明了, 我手上可没有现款呢, 你要是愿意可以等上几年, 钱是我是不会少你的, 这个你一定要信得过过, 你什么时候想走, 我们什么时候签。 这一步沙富明万万没有调到, 他几乎被张宗奇给掖渡了。 他想起来了, 就在他盘算这件事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向张宗奇开口。 当他鼓足了勇气, 开了口, 他知道了, 张宗奇一直都没有闲着, 他也在盘算, 比他更周密, 比他更深入了一步, 比他更胜一筹。 沙富明后悔自己的莽撞, 不该先出招, 现在到后, 被动了, 沙富明一下子就不知道嘴里的话怎么才能往下去, 不能去就不去。 沙富明掉起了嘴角, 笑笑, 摁了一把腰间的豹石钟, 时间也不早了, 没有比离开更好的了。 沙富明就掏出钱包, 想买单, 张宗奇也把钱包掏了出来, 说, 一人一半吧。 沙富明脱口说, 哎, 真是干什么, 就一杯茶嘛。 哎, 还是一人一半的好。 沙富明点点头, 没有坚持也就同意了, 心里头却是一阵难过, 说酸楚, 都不为过。 这一人一半和当初的一人一半可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俩的关系算是到头了。 当初合资的时候, 两个人盘算着创建沙宗奇推拿中心的时候, 一人一半可是沙富明最先提出来的, 那时候他们俩还是上海摊上的打工仔, 沙富明非常看重这个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并不只是一种军力的投资方式, 他还包含了这样一句前台词, 咱们俩都做老板, 但谁也不是谁的老板。 老实说, 沙富明这样做其实是有些违心的, 他特别看重老板这个身份, 并不愿意和他人分享。 说起来也怪了, 盲人这个自食其力的群体在当老板这个问题上, 比起健全人来说, 却具有更加彪悍的雄心, 几乎没有一个盲人不在意老板这个独特的身份。 无聊的时候, 沙富明多次和同事们聊起过, 沙富明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差不多每一个盲人都怀揣着同样的心思, 或者说, 理想, 有了钱, 回家开个店。 开个店说起来似乎是业务上的事, 在骨子里, 跳动的却是一颗老板的心。 沙富明情愿和张宗祺一人一半, 完全是出于对张宗祺的情谊。 在上海, 他们两个是偏心的, 他们是怎么贴起心来的呢? 这里头有原因了。 和所有的推拿师一样, 沙富明和张宗祺在大上海过着打工仔的日子, 实里扬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对他们两个来说, 大上海就是两张床, 一张在推拿房是他们的饭碗, 一张在宿舍那是他们的日子。 推拿房里的那一张还好应付, 劳累一点罢了, 沙富明真正惧怕的还是集体宿舍里的那一张。 他的床安置在13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头, 十三个平方米满满当当塞了八张床。 八张床满打满算, 又可以换算成八个男人。 八个男人挤在一起, 奇怪了, 散发出来的却不是男人的气味, 甚至不再是人的气味, 他夹杂了劣质酒, 劣质烟, 劣质牙膏, 劣质肥皂, 优质脚汗, 优质液汗, 以及优质排泄物的气味。 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种令人悬晕的气味, 这是特殊的气味, 打工仔的气味。 沙富明和张宗祺居住在同一个宿舍, 沙富明是上床, 张宗祺也是上床。 面对面, 两个人平日里很少讲话, 终于有一天, 他们之间的谈话多了起来, 他们的下床几乎在同一时间交了女朋友。 下床有了女朋友, 可喜可贺, 当然了, 不关他们的事。 可是两个下床却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 几乎就在同时, 他们把女朋友留下来过夜了。 他们扯来了几块布, 再用涂钉把几块布摁在了床框上, 这一来三面都挡岩石了, 隔出了一个封闭的私有的空间。 天地凉性, 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头, 他们绝对是自律的克制的, 通宵都没有发出不恰当的声音, 真是难为他们的。 然而, 当事人忽略了, 无论他们怎样努力, 他们所能克制的只是声音, 他们不能克制身体的基本运动。 他们在动, 床也在动, 这一动上铺也就跟着动, 比下铺的幅度还要大。 沙富明躺在上铺, 张宗祺也躺在上铺, 他们的身体凭空出现了一种节奏, 这种节奏无声, 均衡, 无所事事, 却又干洗重大, 足以笑人的命。 他们只能躺着, 若无其事, 却又浴火焚身。 沙富明和张宗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他们在私下里开始骂了, 骂娘抱怨, 同病相怜了, 他们没病, 他们就是硬邦邦的同病相怜了, 这个罪不是谁都可以受的, 别人不了解, 他们了解, 他们感同身受, 他们的痛苦是相同的, 怨恨是相同的, 煎熬是相同的, 郁闷是相同的, 自我朝解也是相同的。 他们只能相互安慰, 他们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 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多好啊? 怎么才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 唯一的一个, 做老板。 沙富明和张宗祺绝对算得上是患难之交, 一起从活海底熬出来, 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么呢? 不夸张啊, 他们对打工恨死了, 换句话说, 他们想做老板, 想死了。 因为有了这样共同和热切的愿望, 两个人绝技把资金合起来, 提前加入到老板的行列里, 沙富明说, 你一半我一半, 名字我也想好了, 就叫沙宗祺推大中心, 上海的门面太贵, 咱们呢, 回南京去, 我说, 沙儿的声音不是声音啊。 刚才,